继续我们第三集Live in the UK Test 哇 这次很精准 对啊 很多网友提论我们再加上The 哦 好 不过我读惯了 随便吧 之前我们有说到一些很特殊的情况 就是大家去应考当日在市场那里遇到一些阻滞 原来也真的有不少这些案子 是啊 因为上次播完片之后 我马上有个朋友说 喂喂喂 我也有出事啊 差点 他就跟我们分享他的经历 他这个案子也挺惊吓的 差点令我们误会 是不是有BNO就不用考这个Test呢 是啊 事源就是我这位朋友 就带了一本BNO护照去考试 是 那就很正常啦 是吧 那怎么不知去到的时候 那个检查局的人呢 他就说 咦 你这本是英国护照来的 你又不用考的 你走啦 是 很惊讶啦 我一回 但幸好朋友呢 他很清楚自己的状况 他就说 不是啊 我们是要考的 不用了 你走啦 他是说糾纏了一阵的 那个职员都说不用了 你相信我啦 就是相信他就死了 是啊 相信他就出事了 是的 然后后期呢 我朋友也有一些坚持 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考的嘛 是 所以这位职员呢 就叫他打一等 然后他去问上司 然后后期 问上司之后 原来你要考的 好吧 你去考啦 所以大家呢 真的有一些位呢 要坚持一下 你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事 因为上次我们有说到 他说你本护照 你戴错 或者你说错 那你记得要选择啦 要解释给他听 那就不会被他叮走了 没错 记住 英国呢 在这里呢 那些所有发生的事 是无奇不有的 是 就是这些事太复杂 太多 rules 有时连些前线的职员 都解不清 没错 来到我们第三集 都有很多很重点的精读内容 是 因为我会说回我当日考试的时候 我做错的是哪一题 还有我做这16个试试的时候 究竟又错了哪一些 是啊 好啊 另外上次也展示给大家看 我们归纳了十大类型的题目 上两集就说了一至六 今集会说七八九十 不过在开始前 我都提醒大家 我们是基于一个网站 综合了一些Live in the UK试试的题目 三百多题 我们抽了一百十多题出来讲 剩下的二百多题 大家是要自己负责的 是啊 不要不弄啊 要弄完先了 我的情况是 我好像当是打机 打得很熟 我临考试之前 一天做 做完这16个试试试 我总共是坐三起 还有可以用我们上集 说的那些奇特的记忆方法 没错 这个网站 是否真的百分百呢 我们是不敢保证的 只不过是我们 或者我们认识的朋友 都是只是弄完这个网站 而又通过的 那大家如果看到 譬如有更新的题目 或者其他的资源 你可以自己去看 甚至你有兴趣 了解多些英国的历史文化 就自己去找书 是啊 那因为坊间 就是有些网友考完试之后 他都说有些题目是 好像未见过 不是来自这16个试试的 那其实呢 就是因为他有个试试 那个试试好像有四十几个 那当中有大量的题目 再多些题目 是的 那如果大家觉得 读完这16个试试 好像不太放心 或者还有很多时间 或者你真的想了解多些 那你就去看它 是 不过减多呢 其实也不一定好 你会乱 会乱 是 而且这个试试是 你二十四个题目里面 你做到十八题就通过了 是 那所以是 那个buffer的位置 有一些buffer 是的 都不少的 所以我觉得OK 自己计算吧 没错 首先讲讲你当日 选错的题目 是的 考完之后出来 我就心里面 就记住一题 我是很不确定的 回来再看一些资料 就发觉真的错了这一题 就问这个 William Wilberforce 是一个什么人 当时我是想了一轮 但是最终不知为何 选了他是一个音乐家 是的 实际上是一个政治家 是的 那你见不见这个人 是做了些什么 这个呢 其实我不认识他是什么 人来的 不过呢 我见到的名字 像皇帝名字 皇帝 政治家 像 OK 其实他就是 不知一百多年 一百三三年 就倡议那个 废除奴隶的法案 的政治家 是的 最终我查询 是的 所以都是 要有些不法给自己 你以为自己找到很熟 其实可能现场 你又会 有些暖 有些紧张 都会错一题本题 是的 那这个呢 其实我当时 我记的是什么呢 我是记过Force Force 什么Arm Force 军队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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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那些政治 那些 扯上关系 另外我回来 翻了16个课程之后 又错了些什么呢 那 这个是其中一题 就是问那个 Wales的国会 有多少位议员 这个我也错了 错过几次 很容易乱 因为 Wales呢 真正答案 是60个members 在国会那里 是 那紧接着呢 我也错了的 就是问这个 不外 不外 哦 国会议员呢 北爱是有90位的 哦 有时就是会撈乱了 北爱就90 那Wales就60 是的 那大家要记住 这两个数字了 是啊 硬记啊 这个没办法 那还有什么错呢 就是这个了 他问在英国历来 最高票房的一些 film franchise 那我是选了 The Lord of the Rings 原来是James Bond 还有《Harry Potter》 都是最高票房的电影之一 《Star Wars》 是不是美国的 是的 他要说明是produced in the UK 是的 那我就想 《Superman》好像也是美国的 那接着 《Lord of the Rings》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 是的 那接着 所以我就记得 James Bond OK 是的 那其实就是 是的 我都是 没什么方法 都是硬记 那我回家做的时候 是做错了 四个地方 他们的 叫做National Food 是什么呢 哇 这个是什么 是的 哈哈哈哈 这个就是Haggis 就是Soul格兰的 传统特色食物 哦 是啊 哇 里面的什么鬼来的 这个纯粹给大家 评分看一下 我不会想吃 都挺特别 如果大家喜欢吃牛杂 可能都很喜欢吃的 它是羊杂 将羊的心肝肺 就剁烂 然后呢 就摆在那个 它的胃来的 那块膜呢 在羊的胃 哇 你说不错 用回它的胃 包住它 再去煮个多钟 是的 就是这个 当然有些其他配菜 OK 那就是Scotland的 传统特色食物 Haggis 我会记住 我去Scotland 我不会吃 那另外 北爱呢 就是这个 是不是读Elster Fry 不吃啊 那这个 炒蛋而已 炒蛋而已 不是啊 煎蛋 咦 跟我们吃的那个 那些是差不多的 没错 原来北爱的 传统特色食物 就是一个 这个有个名字 就是Fry 是的 那你记住 炒蛋咯 炒蛋 那它呢 真的有炒蛋啦 香肠啦 烟肉啦 有soda bread啦 跟着有些薯仔啦 那比较特别一点就是 black pudding 知道这是什么来的吗 不是 又是那些 鸵肝 蜜肝蜜肝 那些做得一坨那些嘛 它们的pudding就是属于 香肠那一类 那制法就特别一点 它不是用一些肉的 它是用一些猪血 混合一些烟物 哇 然后做到高壮的 又藏在皮里面 我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 我又不会吃的 有机会我也想试一下 我不会想的 你自己吃好了 这个帅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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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实很普通的东西 是Wales的传统菜 叫做Cow 这个字 即是有牛吃 其实它很简单 你当A字 当O字 不是有牛吃 其实是炆肉 炆牛肉 是的 牛肉也可以 跟着好像猪肉也可以 那就加些菜 你记住这个字 你不就当它是Cow 都是叫Cow 是的 你不就当它是牛 即是说我们去Wales 就有口好吃了 是的 第二就是去北外 北外就吃炒蛋 Scotland就吃那个 Haggis Haggis 哇 那些东西真是 不知道有什么是英格兰的 传统食物 牛扒 第一时间我自己想是 Fish and Chips 是 那都真的是Kongess 一个传统食物 Fish and Chips 哦 那另外就是 比较多人说是 Rosed Beef 即是烤牛肉 烤牛肉 和Yorkshire Puddings 这个呢 讲得远了少少了 其实它考的就是 我记得是问过 Scotland 即Haggis 和北外那个 什么Fry 那样东西 是的 给大家的兴趣 这个 跟着我们讲一下 和年龄要求有关的题目 好吗 好 那我做了16个课程 其实归纳到有几点的 是 第一点就是 如果通常没有什么特别的 你选择18岁 18岁就没有什么走鸡的了 是的 那为什么呢 我们看看一些例子 比如这一题 minimum age of 做过陪审员 是吧 18 都很合理 是吧 好 接着 试试看这一题 at least 21岁是NP 你不用想NP是什么 咦 没有什么特别的 18岁 那如果他最少21岁 那什么 这个就是说 你参选做国会议员 没错了 那其实是18岁就可以了 就是选18岁就比较 就赢面大一点了 没错了 这一题 多少岁就可以去 stand for public office 是 都是竞选的东西 是的 竞选的东西全部18岁 好 这个就是买酒 买酒又是18岁 这个21岁是可以投票 那当然是错了 18岁嘛 又是18岁 对了 18岁 又是 18岁是自由的了 在英国什么都可以做的 没错了 所以 选18岁没有酒鸡 不过凡事都有例外的 是的 有几题 不是18岁的 大家认住他 第一题 最低的年龄是驾驶车 英国驾驶车的年纪是17岁就可以开始了 是 即是17岁考到牌就可以驾驶了 是的 所以这题是第一题 是例外的 好了 第二题 驾这个Mobd 是绵养仔 是的 就是那些电单车绵养仔 好了 绵养仔 原来再小一点 16岁就可以了 是 所以有关驾驶车的 一个绵养仔 16岁 驾驶车 17岁 OK 就是这两条是例外的 好 还有一个例外的 就是这个 National citizen services program 这个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program 不过这个年轻人的program 原来16至17岁 就是可以参加的了 有关女性投票这件事 是 他都反复问了几次 是 女性几次开始可以投票呢 就是第一题这个 1918年 结束了World War I 之后他们就有权投票了 是 那当时好像是30岁才被他投票的 是 那另外都会问的就是 他们几时看齐和男性同一个年龄投票呢 就是去到1928年就是21岁可以投票 所以这一题 1928年 他那个重要的History就是第四那个 就是可以去到21岁就是投票 是 那就 和现在不同 现在是18岁的 是的 但是1928年那时候就改了21岁 是的 就是这几题和年纪是有关的 跟着很快说我们的重点部分 就是一些皇室和战争的历史 那这个部分呢 我自己总结了就是 其实如果纯粹靠 就这样续提硬记 或者用一些很奇怪的技法呢 都会做到 但是我觉得会辛苦一些 因为 你有很多皇帝的名字又很像 跟着又牵连很多人 很多事件都其实相关 没错了 所以呢 我开始做那个课程呢 头那四五个都觉得OK的 是 跟着之后呢 就搞不定了 尤其是这些历史 因为我是没有背景的嘛 那变成了那些皇帝名字 全部搞乱了 提提都选错的 就是差不多这些 是真的很难硬记 那所以我就把这些资料整理了 总结了啦 这个图表啦 就有一个时序 我觉得会容易记一些 就是由最远古到中世纪到近代 究竟是 次序是怎样 发生什么重要事件 那很精简 因为我们是精毒的嘛 是 大家看到这个表很多东西 用灰色去highlight了 那些就是for reference 就是做题目的时候 他没有exactly问 但我觉得这样写 大家会容易掌握那个时序 是 那其他没有灰色到的那些呢 就真的有题目问过的 那这些大家真的 真的没必要记住他 基本他那个历史的演讲 就是在远古的时候呢 其实他是经常被人入侵的 哦 就是主要是来自欧洲大陆的人 近近地啦 通常呢 几个地方而已 一是法国 一是 意大利啊 当时罗马帝国很厉害 是吗 我选择的时候 好像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题目去选意大利的 选法国最多 你看了我这个总结 你就会明白的了 好 先看看 那最远古的首先是什么呢 就是Roman 就是罗马人的入侵 有这些皇帝的名字 哪一个什么时候 是率领一些人来入侵英国 跟着去到六零年 就有这个Boudicca 这个都经常问的 是啊 我认得这个字 英国人是视他为一个英雄 哦 就是当年 他是率领一些英国人去抵御一些外敌 虽然最终是失败了 抵抗那些Roman 是一个很标志的人物 是一个皇帝来的 哦 我那时候认的 怎样认的Roman 就是这个B字和R字呢 这个B字 那个底下 一踢踢Roman 一踢踢了R 哦 我就认着这个B字和R字 是很相似的 OK 这个Emperor Hadrian 他就建了Hedrian Wall 好像万里长城那样 在英格兰北面一点 就是抵御那些苏格兰人 罗马人走了之后 大约410年开始就轮到第二个外族了 就是Anglo Saxon 又入侵了英国 去到793年就第三个外族了 就是维京 维京 维京人 一直断断续续去打 有King Alfred 打败过维京人 但是最终 去到1066年 对了 William the First 这个是经常问的 成功占领了英国 也是最后一次的外族入侵 然后打败了哪个皇帝 什么重要战役 这个Battle of Hastings 也是经常问的 什么黑廷斯战役 是的 我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我上Google查 然后查完个中文 都不知道他搞什么 不要紧 大家记住就可以了 这个战役就是他赢了 然后统治了英国 然后就有一个 这个B字头这个 就是一个很大块的地毯 就是古文 这个有问过 是的 就记录了这一场Hasting 这一场战役 是的 接着William也做了一个 人口普查 是的 OK 这个测试就记录了 整个英国有什么人 就是方便收税 哦 登记了 做完测试之后 就做了一本叫做 Domestate Book 就是这个东西了 都会问的 还有他是 建了那个White Tower 就是现在 Tower of London 那个城堡 哦 是很出名的 是 那接着后组就是 一路的皇室 有John Edward John这些没有什么提过 是的 名字没有提过 是的 名字没有提到 但是他们那个 统治时期发生的事 就是有问的 譬如这个叫做 Magnacartan 就是那个大宪章 就是限制了皇帝的权力 跟着有些战争 跟法国开始打仗 百年战争 黑死病 那这些都是有问过的 中世纪开始了 这个要知道了 Henry A 是的 很出名的 出名是什么呢 有六个老婆 六个老婆 不是同一时间 离婚的离婚 被他杀了的也有 病死有没有呢 我不知道 还有很特别 他就 建立了那个 Church of England 其实他们叫 Reformation 就是我误了 受制于欧洲大陆 天主教的约束 他要搞自己的宗教 应该就是当时的新教 新教育 即是P字头那个 是的 Protestant 亦都她是 Queen Elizabeth First的爸爸 是的 那跟着就是 一直发展 有Mary Mary是Catholic 就想复辟天主教的 是 因为她改了 做那个新教 是的 Alietta有问 我记得 我认着什么呢 Catholic是天主教 是 Mary是 圣母马里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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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母马里亚就是天主教 哦 OK 只有Mary是配Catholic 其他全部 不要说全部 大部分都是选择新教 就是P字头那个 就没办法 OK 都是因为宗教的冲突 最终Mary坐牢 坐了20年 最终都是处缺了 是的 另外还有一个Mary一 是的 这个呢 其实她没有直接问 但是有时候会问 很生面子 是的 又叫Mary 是同一个年代 哦 接着就去到Elizabeth I 有一些战役 和西班牙打的战役 即是亨利八女儿 是的 在她那个统治时期 就开始在美国 有殖民统治的 哦 接着就到James I 原本是Scotland的皇帝 弄了个新版的圣经 Charles I Charles II 都是经常问的 现在我们的皇帝就是Charles III 是的 Charles I 其实就是皇室衰落的一个关键位 哦 是的 因为她是想拿回所有权 就不理国会 她自己想如何 想抽税 想什么都可以 那就搞到有Civil War 即是来战 最终她也是被处决了 哦 是的 她处决之后 皇室是真空了一段时间 有一个叫Oliver Conwell 就跟她和她的儿子 是统治了英国几年 嗯 是的 那时候国会说完事了 就没有了皇帝 那接着她的儿子 就是Charles II 都流亡了去欧洲 有一条文 她流亡了去欧洲 躲在哪里 是的 大家记住了 这个都很经常问 O3 那她就是被Conwell打败了 所以要逃亡 但是最终呢 英国又找回她回去做皇帝 哦 是的 她在荷兰那里生活了一段时间 是 那接着就回去了 那她任内另一件大事就是 伦敦在1666年就发生过大火 那接着就是William III 那橙 是的 William呢 其实她是代表身教的 她也是 是说她是反攻英格兰 和做皇帝 反攻英格兰 是的 她不是英格兰皇帝 可能又是不知流亡了还是去哪里 那些 即是阿橙回来 是的 那她这件事迹就有问的 就叫做Glorious Revolution 出现过这个字 是的 接着George I Sir Robert 我这个上次说过 第一个首相 摩托 一处停天 大家记得了 是的 就是17多年了 接着George III 特拉法家战役 Travica 就是 现在伦敦那里有一个 特拉法家广场 是的 有四个汇丰银行的狮子 是的 我们都有一个 潮拜 是的 那这个 Miro Nelson 是很出名的 这个将军 他就是在那个战役里面 打败了法国 Waterloo战役 即是打败 拿破仑 是很出名的 也是和法国的最后一场战争 1815年 接着就到了英国 很辉煌的时代 Victoria Victoria 英国的版图在它的统治期内 是大得很可怕的 即是大英帝国那时候 真是很大 去创大自己的地图 是的 就是这个Victoria的时代 是的 澳洲 大部分的非洲 印度 美国独立了没有 我都不记得了 总之 整个版图是很大 整个大英帝国 是的 也有一个叫做Boward War 是发生过的 这个都有问的 在南非那里 George 6 去到那些一次二次大战的那些 具体的题目就是快讲 亨利伯刚才就是六个老婆 六个老婆 所以他就 离婚 是的 对了 接着就是 这个 伦敦什么大伙 是的 就是Charles II Oliver Cornwell 打败了Charles II Charles II 就逃亡 还有躲起了 你认着Otree 和Charles II有关 接着QE1 亨利伯 我记得她的女儿 对了 Mary 这个Mary 我记得Mary是姓姆玛丽 那就记得是T主教 就不是新教 我想推翻新教 之前我经常错的 William of Orange 就是这个 橙 就要记得Glorious Revolutions 对了 然后就是 柱缺 1649 就Charles I Elizabeth First 就是 开始在美洲殖民 接着又问Henry伯 Henry伯 所以大家如果记不住 重点Henry伯 这个 他太出名了 有六个老婆 这题我经常错 William 他做了个人口普查 Domestic Book 和B字头的大地坚 就记录了Hastings 那个战争的画面 Elizabeth First 你记得Mary是Catholic 所以Elizabeth是新教 跟着又是Henry伯 他自己成立了Catholic Church Church of England 就是不听罗马教庭话的 叫做Reformation 这个就问William 那本书 人口普查 William the Orange 在那个时候 就开始了英国的 憲政君主制 就是什么 就是又有国会 约束着个君王 哦 但是帝制还在 但是其实全力分配 不是皇帝大了 是的 是 Emperor Hadrian 就讲那个Hedrian War 这个就是靠那个War 去抵御一些Scotland 哦 这个场景好像近Scotland 是的 是的 James One就是搞了一个新版的圣经 Robert De Bruyce 就是一个战役 他是Scotland King 打败了英格兰的 这个不知道什么 Bern Bern字头的 是不是B B字头 我选了B 哦 那我就将他这样联系 没有办法 这一题 Rule Without the Parliament 濫权就是Charles One 所以最终被人造低了 是 Charles Two就是逃亡的 这个也是奥处 这个是奥处 这个是经常问的 谁打败了Vikings 就是King Alfred 我Boudicca Roman Roman 是 有个B字 一踢踢到Alo 又是 Mary才是Catford 其他主要都是Protestan 是的 James One 原本是Scotland King 后来英格兰这边做王帝 是的 有一段短时间是没有君主的 就是Charles One死了之后 Mary就是刚才说的那个 想服辟天主教 接着坐牢20年 然后最终都是被Elizabeth 就处决了 躲在那个Oltree那个 去完欧洲 在荷兰落脚之后 没多久回来做皇帝 就是Charles Two William 任内就建了那个White Tower 即现在Tower of London 那哪一个打败了西班牙的军队呢 什么时候 是1588年 那最后一次成功的外族入侵 1066 就叫做Norman Congress 即阿William the First 那个 八年战争 就是英国和法国打的 这个我怎么记得 L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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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长 很长的战争 哇打成八年中 你对 Battle of Waterloo 就是英国和法国打的 Charles One Civil War 是 支持皇帝那边就是Cavallius 另外帮Cornwell那些 就叫做Roundheads 是 两个都要知道 这题我记不到了 我眼睛 是 地毕 就是记录这个Battle of Hastings 这个将军 就是有狮子的广场 是的 特拉法家 特拉法家 我记得 因为我去过 是 那是不是有狮子 还是好像有这个人的像 我不记得了 是不是 你看看我们旧件 我们去哪里 这个南非 不懂 什么叫Boward 我当它是 红 就是那些大红 蝙 红人 那去非洲草原那些 有红人出现 OK 1940年 我和英国和德国打仗 是Aero Battle 空战来的 这个就是Robert De Bruyce 应该是Scotland的战争 哦 B字头吗 刚才认得B字头 那个是 抵辱到英格兰的 Scottish的皇帝 最后一次 外族入侵 刚才说1066 J William the First 那个 Norman Conquest Norman 不是Viking 最后一场英法战役 就是Waterloo 又说回 Boward 特拉法家战役 所以你看到它是反复扭转 差不多的野民 是的 要Match 了 有时候都扔转来问 没错 Elizabeth First 就是抵御了西班牙的军队 那些军队是代表欧洲大陆的一些势力 想复辟这个天主教 我认什么呢 我认就是西班牙在下面的 就是搭船上来 那刚才有一题就是在德国 跟英国打就是空战 哦 我认这两个 所以西班牙一看到有船 我就选西班牙 跟着看到有德国的就选空军 OK OK 刚才说了 骑士和Roundheads 就是Charles One的内战 一边帮皇帝 一边就帮Cormier的将军 历史和战争就大概说到这里 来到最后的部分 有关一些体育的事情 做了个表给大家 总结了 英国五个最主要的赛事的名字 这里我最初觉得很难记 但是呢 其实呢 综合了之后呢 又不是很难记 是 为什么呢 其实呢 你看回 温布顿 当然是网球赛 所以温布顿就是Tennis 好了 英国的赛马很厉害 所以呢 英国的Royal 和国技 National 和马术有关 即是皇室都很喜欢玩的 亦都是国家级的东西 没错 那就记了两个了 是的 好 Rugby Rugby 怎样呢 我记得香港呢 就有个什么七人篮球赛 是的 有个数字 这里少一个 六个 六人篮球赛 那你就记住了 好 最后的这个 就难记 这个 Cricket板球 你怎么记 这个 Crick down Crick down 到变成一些Asher Asher 是一些灰 不知道 或者希望我们这样说完之后 大家记得 是的 越无聊的越记得 是的 那问法都很直接的 是的 譬如这个问你 哪个比赛是篮球来的 篮球 篮球 Rubby 哦 七人篮球赛 六人 少一个就解释了 那其实最近我开车 听相声机都有说这个 Six Nations 就是原来有六个国家 一起去玩这个比赛 即是英国四个地方 再加上法国和意大利 法国和意大利 哦 就玩过几月的 哦 是吗 因为要互相飞去作客 哦 是的 所以就原来有个这样的比赛 都是盛事 是的 那这些具体什么国家 这些不会问的 应该 没有应该 我没见过 我也没见过 所以今集我们是加插多了少少 就是额外的知识 有少少大家 要自己screen out 是 有些哪些要记 哪些是不用记 就是以前我们 会考也是这样的 那这些是考试范围 就一定要记的 这些是给你们的 information 那其实呢 我们的目的都是想帮大家 希望可以快点记到那些MC 是 考到那个市 一批过 还有又提到大家一次 应考当日记得 带齐了那些护照 还有 预备订答那四个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Date of birth 是什么 你的国籍是什么 还有 你的目的 是 settlement 没错 那如果有什么突发的东西 记得给反应那个职员 不要不出声 然后就走了去 这样 不行就拆掉它 是 还有你报名的时候 真的那个护照 真的要填清楚 那个名字 是 因为有少少不对 它都不让你考 是 记得选择BNO 如果你有BNO的话 没错 是 好 那我们一年三集的Live in the UK Test 的精读班就来到这里了 是 那我是 松一口气 也都很希望我各位朋友 看完我这三集之后 是可以顺利Parse 是 好啊 那我也希望祝大家 考试顺利 是 一剔过 那就顺顺利利 顺顺利利 快快搞定它 是 好的 好的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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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